大家好,我是艾米尔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男人想要不吃亏 一定记住以下这四点 第一点就是不要可怜任何人 你要记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比方说常有的例子 就是你个亲朋好友 可怜兮兮的来找你借钱 然后就跟你说我现在有多么需要这笔钱 然后我现在借了一圈都没有借到 所以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可是你想啊 为什么他借了一圈都没有借到 就证明第一他跟这些人的关系处得没有到位 第二这些人已经认定了他是没有偿还能力的 所以他最终才找到了你 那么你如果借他了 很有可能他最后是还不上这笔钱的 第二个呢就是再苦再难 也要咽到自己的肚子里 不要逢人就讲自己的心酸经历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讲叫 人微莫入众言轻莫劝人 待到成功日把酒化出心 什么意思呢 你所经受的这些困难和辛苦 只有在你成功了之后 它才显得有意义 否则的话 它只是一个苦难而已 谁的日子过得容易呢 你比方说马云吧 他经常讲当年他去应聘保安 人家因为他个子长得小形象又不太好 就把他拒绝了 那今天的马云说出来这段话 我们觉得非常的励志 可是如果马云今天还是一个保安 这句话又有什么可讲的呢 第三点就是 小事要忍 大事要狠 不要轻信别人 你会发现啊 这种小事通常都是每天在发生 但是它不改变人的命运 但它改变的是什么 是周围人对你形成的一个印象 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该人一定要忍 因为人是社会人 你是靠你的人脉资源 靠别人对你的印象 才能有所发展的 可是遇到大事 或者大的机遇的时候 一定要有决断力 不要去听信周围人 犹豫不决 因为你会发现 改变命运的机会 人的一生可能就那么几次 不要让它错过 第四点呢 就是一定要独立 你记住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可能能够无条件爱你 给予你的就是你的父母 可是即使你的父母 是这种家大业大的 也需要你靠自己 去守住这份产业 那么其他的关系啊 人际关系 基本上是一种 交换吧 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别人能够帮你 是因为你有价值 最终你靠的还是你自己呢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分享转发 有什么话 在下面给我留言啊 欢迎大家搜索关注爱妮儿 有什么话对我说 我在这里等你哦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